一直重演 《 hired water》 這個動作雖然很簡單 可是我們不見得會去重視它 這個簡單的動作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我做的作品 是從水面上伸出一雙手 然後捧水 這個水是從水裡面帶往陸地 有點暗喻著說 我們的生命其實是從水帶到陸地的 那藉由取水的這個動作去完成 所以我把這個作品名稱就取名叫做水源 意思就是說水的源頭是來自於哪裡 那我們可以藉由取水的這個動作 這個儀式去完成很多我們生命中所必須的東西 我這一次特別挑戰了一個比較有機的造型 有點像是那個素描 在做基本練習的時候可能會做一些進物素描 然後可能更進階就會開始有手 那這一次我就是導入了一個比較工程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叫航架 那因為我這一次作品需要塗在水上 所以我也不能用太重的材料 所以我裡面的結構也完全使用竹子 然後用這個航架的方法 工法上面會比較複雜 但是我覺得實現出來的效果還不錯 特別是十根手指頭 做一根手指頭還好 可是我要做十根手指頭就變得相當不容易 是運用了有方向性的亂插法 就是你會看起來好像有順著一個方向這樣 讓它的質感會比較提升一點 一個雙手舉水的一個動作 讓民眾去省思說 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微小的事物 我們是沒有去發掘 其實它有很深的那個意義在裡面 我可以看起來 可以看起來